那我們接著進入第三個話題 就是對夏臥雷這位超宅怪 配對上不同火雷希的表現的預期是怎麼樣 那我們這裡請石頭 你們都知道夏臥雷是幹嘛的 前瞻上面講的 我前瞻別的 我們這邊會抗拒說一些非內鬼的內容 就是說到內鬼 因為要講清楚 絕對不要講到內鬼 結果因為目前前瞻有告訴我們 夏臥雷是一個超宅怪 對前瞻有透露的消息 我佛希到什麼地步嗎 除非他是時裝 不然我不知道他是幹嘛的 我現在玩人神都是這樣 沒關係你們聊 這個話題我可能很難插上邊 好沒事那就對於超宅的反應 因為原神目前都沒有對超宅進行什麼文章 那現在原神夏臥雷終於要做一點文章了 那有沒有什麼預期表現呢 石頭你怎麼看 有人說活動可以試用 我還沒玩到 我現在慢慢推 他試用只給你靈滑加夏臥雷 兩個人也不是打超宅 我覺得夏臥雷 他火雷超宅這個反應 其實超宅一直都是 你知道就是那種 你不知道說他有什麼用 他有功能性嗎 有功能性 他就是有一點點擊飛 你說打小怪 你說好用嗎 我也不能稱之上好用 因為你說 那個消攻 你打小怪假如說 你傷害不夠好了 你會把筷子炸飛 然後炸到你丟箭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有點小尷尬 我要吐槽一下 QQ人被炸飛飛超遠的 不知道在遠什麼 真的 你說像雷國 有時候打小怪什麼片片花之類的 他炸飛就是附提升 就是超宅 有時候他反而這個效果還會副作用 但他功能性說是有的 就是他薛刃能力特別強 然後就是說 如果說搭上夏臥雷的健康 我覺得如果表現的話 我可能還是偏向說 甚至說不太算主流 就是消攻 煙廢這些 火C 他們有遠程的輸出能力 他們比較不怕說 他把怪炸的炸飛太遠 那你普通還要去追光 像那個雷神他還要去追怪 就很麻煩 那遠程至少有一個優勢說 你就是可以遠程打超宅 然後也可以說 避免別人進入你的射程之類的 但你也相對 需要去說 就有可能會丟傷害 可能要打大T型的怪物之類的 這樣子 對那穆恩呢 穆恩你怎麼想 我覺得我現在的想法 其實也是蠻模糊的 就是超宅到底可以做什麼 唯一想到就是消攻了對吧 然後其實消攻 對丹我覺得可能還是 消攻這種對群 本來就是一個他的劣勢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 可能啊 消露雷就是主打 對丹強特化的 就是打那種 現在深淵下半的那種環境 就是應該會很舒服 因為超宅傷害高嘛 然後大怪你不用怕他會飛 就只有這種環境下才會說得通 火雷的那個加強 那老實講 除非有一個特別的隊友 可以把大飛的怪聚在一起 或者是拉回來這種情況 不然的話我完全想不到 對群有什麼任何的優勢 好那我自己呢 我一講到這個超宅 我一開始是想到雷神跟消攻 那我覺得比較大的優勢 可能就是 比如說雷神國家隊 或者是雷九萬半 可以解放行秋 那可以解放萬葉 就雷國可以解放行秋 雷九萬半可以解放萬葉 讓這兩個人權級別的輔助 去另一對支援 那消攻的話 由於超宅會把怪雷炸飛 就像你們講的 那消攻他有這個遠程 自動鎖敵的優勢 所以影響可能相對比較少一點 目前也是挺模糊的 對我自己來講 對就跟你們一樣 就我也不好說 那我想到一個 大流血狗好像也可以 大流血狗嗎 我一直在給他瘋狂的引爆嗎 怎樣炸骨骨 對啊就他至少不會飛到 不會被擊退到很後面去 就是不會被炸飛 那賽諾呢 賽諾你怎麼看 賽諾可能還比較有戲 因為他不是開大之後 他的補弓是可以 他有一段是抓過去的嘛 對吧 他手會生場會抓過去 感覺是可以的 但是實際上會不會很舒服 就真的不好講 那我們就進入第四個話題 如果雲神未來出一個下落攻擊拐 那有可能很通用嗎 那我們這裡請沃爾 這個阿神可能會聽不懂啊 嘴豬可以拐下落攻擊的 就像蕭啊 如果有一個角色即將快出了 然後他是拐下落攻擊的 這我有聽聞啦 這我有聽聞 那就可以 對對對 這個我有聽聞 好那沃爾你說 OK 我覺得 肯定不同用 如果他做的很通用的話 那很多角色會起飛 比如說像你們應該懂吧 應該幾個角色打下落傷害非常高的 比如說迪路克 然後 胡桃 那一種有附魔的 嗯 他如果很通用的話 他這些角色不是全部起飛了嗎 就 我感覺那個會有點可怕 可是胡桃不是要打蒸發嗎 對啊 但是他下落不是有很多人玩 噢也是 胡桃下落嘛 我記得有一段期間 胡桃下落攻擊打核爆的那一種 就是傷害可以打得非常高 對對對 講到這個公子沒有下落的攻擊 假如是真的有這樣子的下落攻擊拐的話 可能我覺得蠻難設計的嘛 因為我 我暫時還沒有想到可能就是 呃必須是他本身就 像蕭那樣子開大之後就呃 跳躍就會比較高的這一種 可能會 就是針對於蕭 或者是後面的新角色是打下落攻擊的 專門去拐他們兩個 可能就是蕭喝到一點湯 就就就就 因為你以原神 以前的操作來說 他不可能就是出一個角色拐一大堆角色 嗯 比較難會做這種事情 除非放在命座裡面 沒錯 對嘛 所以應該 他會限制就是他不會有任何的就是提高跳躍 像那個新的那個風丹BOSS 他不是會有一個 磁場會讓你可以跳得很高的那個那種環境嗎 實驗性 這種環境下 嗯 對才有可能就是自己本身的話應該不會 就是最多就是拐新的下落攻擊角色跟蕭 就最多就這樣子 對像你剛剛講到放在命座嘛 那其實從1.2版本的阿貝多他的四命就是拐下落攻擊的 嗯 就放在命座我可能覺得還可以接受 有點像是 聲賀這樣子的 就是放到六命之後就完全是不一樣的用法了 這種感覺就可能可以 那如果你說零命一命就可以的話就很可怕了 但如果真的有出一個下落攻擊拐 他搞不好有什麼技能是可以讓隊友也一起可以跳高的呢 因為畢竟這個風丹的新BOSS 還有前陣子好像有一個活動也是可以讓我們角色跳上去跳高的嘛 所以也有可能也會有一個角色可以讓隊友跳高呢 就他可能想要想要給大家體驗一下 行雲有多強的話 可能那一期聲雲就放一個那個風丹的那個齒輪 那個叫什麼陀螺嗎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那個叫實驗性場地裝置 我特別有去背後 好奇怪的文字 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他可能會給大家體會一下這樣子 那我也想法他也基本上就是可能是滿命的弗妮娜 或是滿命的萬葉 或是迪魯克 碗燈龍劍的 可能會比較受益吧 那石頭怎麼下呢 我覺得不過首先他不可能通用 其次是他的數值我覺得是非常一定很難管的 因為你要想他假設說他這個提升一定要給下落C 很大提升才能做成說下落攻擊的可能鑽拐之類的 然後你說數值給太高 那可能其他角色也會喝糖 然後另外就是可能說給本身是 如果說數值給太低就是全部人都可能提升都不大 因為就是下落攻擊其實就算是那個什麼實驗性場地裝置 他的那個上去跟下來的速度其實可能就是感覺一秒一次 可能再短一點點 就是你一秒只能打一次 而且你期間不能普攻 然後你可能說你打小怪還有在深淵 那你還要跑一跑 那你要怎麼移動這個問題 你根本不能 就是他需要想的東西太多 所以我就覺得說他可能平衡上 如果出出來了可能會有點難管 不是太強就是太弱這樣子 是的 那阿神有想法嗎對於這個問題 我完全沒有想法 我對 我有抽燒 我的燒現在目前雖然有抽一隻 但他現在等級是1 我完全沒有面 沒事沒事 我那時候試玩那個燒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上跳再往下蹦迪的那種感覺 超帥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我覺得帥歸帥 但是我自己不太喜歡這種怎麼講 手感應該是說 手感 那你會抽的原因是 我自己是因為他是說剛真正配的 我沒有 那是我剛開始玩原神的時候 我對原神還不懂 就看到的時候想說 欸每一隻出來都抽嘛 然後抽到後面發現我錢包有點不太好 就是不太夠 所以到後面才發現 好像不能夠每隻都抽耶 也是 呵